哈喽我是K&N 今天的影片呢我想要來跟大家分享我的日本戰利品開箱 我現在呢已經回來台灣了 然後回來大概將近兩個月的時間 在我回來台灣之後 我就趁著自己去工作前 非常迅速的快閃了一趟日本的福岡 因為那時候就稍微看了一下 想說機票的價錢比較合理一點 然後加上福岡機場離市區的進出又非常的方便 時間也短 然後又不用什麼交通費 所以我就選了福岡 當作是我工作前的收心之旅 這次去福岡呢其實沒有特別安排文具店 主要就是我想說真的很久沒有去日本了 就想要再去一下日本 然後主要的目的是要買CP-1500 除了這個之外其他東西就是 我有看到就買 然後有喜歡就買 沒有特別去文具店 但是經過了就會進去逛一下這樣子 好那既然提到CP-1500 我就從這台機器開始跟大家分享起好了 這台Canon的CP-1500 是我這次去就算是我的必買清單中的第一樣這樣子 因為我本來想要在台灣買 但是現在日本的匯率就真的還蠻好的 算上匯率的話 跟台灣的定價大概是差了一千多塊錢吧 所以就等於說這個機器本身就比較便宜了 然後巷子 對我在旁邊買了巷子也蠻便宜的 這樣兩個加起來 比我在台灣單買這個機器的錢 還要更便宜一些 所以我就在日本把這些東西都買一買 然後這個機器其實還蠻大的 因為我現在這個畫面是塞不開一下的狀態 這個是機器跟巷子 機器的話我選的是白色的 比我預期的還要重上不少 機器打開之後是來看一下有什麼東西 有一個保證書 然後還有一個使用說明書 我在網路上看到說 它的這個巷子的卡夾是通用的 我之前CP910的時候就有蠻多這個卡夾的 所以就如果可以通用的話 對我來說是非常方便的一件事情 雖然說我的巷子都買同一個尺寸 但是如果有時候真的有什麼需求的話 也算蠻方便的 然後再打開來 就是機器本身跟它的線 這個應該是變壓器吧 對然後跟一個插座的線在這裡 機器 我的CP910它在我去澳洲前 就大概一年多前 不知道為什麼整個巷子裡面的那個射帶卡住 它射帶卡在一半 然後巷子也卡在一半 就整台機器不知道為什麼就是 它可能感受到我想要換新機器了 所以它就給我罷工 然後我嘗試要去拉它什麼的 反正就都沒有反應 然後我就想說如果我去修那個機器又要花一兩千塊 那我為什麼不再多加一點點 我就可以買新的機器 然後後來我因為要出國 所以我就把那個CP910放著 然後放了放了放了 就看到有消息說 欸年底的時候 Canon要出新的機器 我就想說好 那我就等等 其實也沒有等等啦 我本來在澳洲已經差一點要買下去了 但是因為澳洲的那個電壓跟台灣不一樣 所以我就想說算了 這種電器的東西我還是回來再買 因為我在澳洲其實用的頻率跟機率說實話也不會這麼的高 所以我就忍住 然後我就回來的時候沒想到就是 嗯意外的 真的是意外 因為我是前兩天 去的前兩天才訂機票 就又去了一趟日本 所以呢 對以上就是 廢話很多 然後他就有用這個氣泡紙都包起來了 我今天的影片就不會跟大家一起用這台機器了 因為我暫時還沒有要使用它 就只是跟大家分享一下我買了哪一些的東西 機器真的很漂亮 然後還有另外一個原因是因為那個CP910啊 因為我原本就是買二手的 雖然那個二手的時候他還很新 但是從我買二手的時候到去年那個他壞掉的時候大概已經過了六年左右 其實也已經很久了 我覺得以一台那時候我才買三千塊的機器來說 已經算是壽命非常強的機器了 給他一個讚 好機器就是這樣全白的 然後上面做了這種格子狀的一個表面 感覺這會卡灰塵耶 白錯重點 然後是一個操控的一個螢幕在這裡 這邊的話 我們來看一下怎麼開 這樣子 所以卡夾就可以插在這邊 然後紙就會從這裡送進去 另外一頭這裡的話 他就有寫這個是放色帶的地方 從這邊打開 然後都是通用的 我覺得這種機器都做通用真的是非常貼心的一件事情 如果你要隨時換成新的機器 也不用擔心說你之前買的那些東西會不會就不能用了 好然後旁邊這個的話是印紙 像紙 像紙其實本來不是在我的選購清單內 因為我就想說在台灣買就好了 然後加上那時候又沒有看到這個size 這個size他被丟在就是那一個像紙區最底下的角落的深處 然後我就在那邊看很久 因為這個大小是應該是最大的 我記得這個是 4x6 然後 然後他有另外一個比較小一點 是那個postcard 反正就是比較小的size 一樣的數量賣的比這個比較貴 比這個size還要更貴 所以我就想說 反正我的照片都是印出來 我自己還會在拼圖切割 所以我就買大張一點的 然後回來反正都要切割嘛 就沒有什麼很大的影響 反正就 我就想說那買比較划算就好了 我就挑了這一盒 我記得我也是上一趟去福岡的時候買了相紙 然後上一趟去福岡印象中沒記錯 也是五六年前的事情 所以這一盒相紙我真的可以用超級無敵久 然後這個總共是108張在這裡 108張如果就是都照我剛剛講的 我就是用拼圖的方式用的話 其實真的可以用上好一陣子是沒有問題的 裡面就是它把108除以36張 36嗎 有36然後分成三包 跟這個色袋是各可以印36張 就是它配好一個一個一個這樣子 你就每次用完再換新的就好了 因為我覺得這個相紙其實說實話要保存 有一點點不是那麼友善 因為像我家裡就是棉絮比較多一點點 有時候沒有注意到那個相紙上面就有一點棉絮 印出來你就看到它那個被壓進去 然後你又摳不掉摳不出來的時候就會很暗雜 好這就是我的第一樣戰利品 再來是一個在台龍首創館買的貼紙 但是我現在已經有點忘記這個貼紙是長什麼樣子了 因為對沒有因為真的忘記了 然後台龍首創館的話其實還蠻方便 它就在福岡的博多車站 然後有自己我感覺它像是一棟 就是它們是百貨公司連通連通連通在一起 就是每一層都會連通的 很有趣的一個建築 那建築我真的是永遠搞不懂 然後反正就我那時候沒有特別想要去逛台龍的文具館 但是呢我就突然在找五一兩品的路上 我就這樣搭手扶梯下來 然後就看到是台龍的文具館就在我面前 就現在不逛還什麼時候逛對不對 所以我就進去了 然後我就挑了還蠻久的 可是最後只挑到一張貼紙 覺得有點小小的可惜 然後啊我想起來了是貓咪的 我買的是Mindwave的貼紙 然後我覺得這個貓咪的造型很 怎麼講 動感活潑 想說平常就是如果有一些比較需要有活力的時刻 就可以用這張貼紙 它有一些甜點啊然後還有這種滑板戶外運動 就是很夏天然後很有精神的感覺 然後再來跟大家分享我的百元商店戰利品 這兩個迪士尼的是在同一間買的 然後這個是在另外一間買的 但是就我觀察下來我覺得其實在以這種貼紙來說 在百元商店賣的品項滿大同小異的 所以我也沒有特別想說要去哪一間 基本上我就是在車站或是在路上看到 我就會進去繞一圈然後看看有沒有喜歡的東西 這樣子 所以就最後選了這三樣 然後貼紙的話是一個恐龍的 這恐龍的貼紙大小還蠻小一個的 就是大概一個指甲這麼大而已 我是想說如果有時候有想要貼一些小地方 然後不想要太大 可是又覺得那裡有一點點空的時候 就可以貼這個貼紙 再來的話是中間這一個 是一個玩具總動員的夾子 我單純只是因為它很可愛 我就買了 然後它是兩個一入的 我打開看一下 這樣子 這夾子其實 用途我覺得還蠻廣的 像之前在拍手帳照片的時候 我常會拿這個夾子來當裝飾品 或者是手帳寫太厚的時候 就可以這樣把手帳固定住 然後這個因為是在百元商店買的 所以其實 從袋子裡面拿出來之後發現 它的質感好像沒有這麼的好 就是上面其實還蠻多刮痕的 不知道相機這樣拍不拍得出來 就是像這邊角角都有一些 好像摩擦過的痕跡 但是因為它的價錢也沒有很貴 所以我就覺得算了 而且這種印刷的東西用久了 如果有刮到或是撞到什麼 其實也都會陸續掉漆 好再來是這個 它是一個便當盒 這是在同一間店買的 然後它就有蠻多形狀的 然後也有很多不同的顏色 然後跟設計 跟不同的人物角色都有 最後呢我就覺得說不行 我一定要選米奇的 就是雖然唐老亞很可愛 但是米奇才是我的至愛 然後我就選了這個 本來還有另外一個在選 但另外一個是比較扁一點點 因為我買這個其實我是想要拿來 在我帶便當的時候 裝水果用 我覺得高一點的 裝水果應該比較合適 所以我就買了這一個 是不是真的很可愛 好就是 呃其實它 除了上面這個蓋子之外呢 其他的地方跟米奇 一點關係都沒有 就這樣打開 沒了 然後我想說如果不裝水果的話 也是可以裝一些小東西啦 如果跟朋友有什麼手帳聚會啊 什麼的 但我覺得應該是不太可能 旁邊是做這種 橡膠軟墊的 所以 嗯 裝水果我覺得應該是 沒有什麼太大的問題 吧 聽起來還蠻密封的 對 我到時候裝了就知道了 好了 非常迅速的 我們來到了最後一樣戰利品 然後這個戰利品呢 呃嚴格來說它跟文具只沾得上 那麼一丁點的邊 因為這個東西是 不易胡他們家出的 可是它其實跟文具 一點關係都沒有 除了品牌本身 有在做文具之外 這怎樣商品 都跟文具無關 這東西是我在福岡的 Disney Store買的 在福岡我逛到兩間的Disney Store 然後 嗯 一間是在博多 一間是在博多運河城裡面 另外一間是在 博多的百貨裡面 就是我剛剛買那個台隆的那個地方 然後 這個呢 我是在運河城那裡才看到的 它是一個 保濕用的 Cream 然後它做成了米奇的造型 米奇的造型 真的很容易辱獲我的心 還有一個原因是 因為它價錢也不貴啦 就它 剛後面寫日幣一千一 就台幣大概兩百多塊錢 我覺得還OK 就是這樣一個Cream 然後就做成米奇的樣子 然後這個帽子 就還做成米奇的紅帽子 真的非常的 過分可愛 裡面還有一根 小瓢根 黃色的在這裡 我就不拿出來了 打開之後 就是一個 Cream 其實蠻小罐的 它總共才 好像30還50克而已吧 看一下50克 然後我就想說 我皮膚很乾嘛 反正 唉 就 這種保濕的東西 不顯多 而且這罐子真的很可愛 我就想著 如果我用完了之後 裡面可以拿來裝一些 什麼回文針啊 之類的 就我現在買東西都會先 跟自己說 我一定要想兩三個 這個東西 我買了可以怎麼用 我才能買 所以這我就想了很多 用途 比如說放回文針啊 然後放什麼 SIM卡的那個PIN針啊 然後 就放這些小東西 就可以 很合情合理的 說服自己買這種小 而 嗯 我自己不那麼需要 且對我不那麼實用的東西 但這很蠻可愛的 所以 我就在Disney Store買了 這個東西 以上就是我這一趟的福岡戰利品 然後這一次去福岡其實真的很臨時 然後我也是 算是快閃吧 我總共去了三天三夜 也沒有特別排行程 就是看到什麼逛什麼 也不像以前一樣 就是有找好很多間想去的文具店 基本上我就是路過進去看 然後 如果沒有逛到就覺得說沒關係 這樣有遺憾才有下一次 所以這次買東西還蠻少的 真的主要就是趁我要開始工作前 趕快收心快閃去玩一下這樣子 畢竟開始工作了之後 想要再 很自由自在的出去玩 就 相對沒有這麼容易啦 對 好那以上就是這一趟的戰利品 買的很少 但是就是 還是分享給大家 那我們就下一支影片再見囉 拜拜